莫少 夫人他又走了 作者 围城 演播 田小莫 莫少 萧雄 第三百零七集 而且每天都在重复着做同一件事情 你说他厉不厉害 他能把莫千行照顾得如此之好 也怪不得千行会那么爱他 换作是我的话 根本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每天只对着一个人说话 其实也是很辛苦的 但是宋染为了让千行早点康复 牺牲了自己很多的社交生活 他之前还因为一些变故 差点疯疯傻傻下去 还好我们及时找医生救了他 要不然 他们两个人可真的是太惨了 所以说 我们两个人一定要好好地在一起 一定要珍惜彼此的时间 要知道 能够相爱的两个人在一起 是真的很不容易 听到这儿的时候 郑宇薇更加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明明这两个人这么相爱 可是自己却偏偏要拆散他们 一想到自己是那个可恶的第三者 郑宇薇却无法度过自己心里的那道坎 天哪 她真的太好了 我连我都被感动到了 是吧 所以说 冉冉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人 你也要跟她多学习 知道吗 思慕像一个老师一样在挑战着自己的女朋友 她知道 只有给郑宇薇梳立一个好的标杆 他们未来 关系才会越来越稳固 你现在就想让我跟她学习了 那你呢 你有没有跟墨千行多学学 我可听说 她是很厉害的 年纪轻轻就成了商业巨头 听到这儿的时候 思慕稍稍有些吃醋 没有想到 自己喜欢的女人 竟然在偷偷关注另外一个男人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谁让墨千行如此优秀 谁成所有女人的梦中情人呢 尽管她现在虽然还在轮椅上 但是也不缺乏女生来追她 快说 你是不是背着我 偷偷查了墨千行很多资料啊 我也很优秀的好吧 这段时间我刚刚签了一个大单子 可以保证我们公司一个月的销量 能报第一呢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你就开始夸我的好朋友了 真是太让我生气了 还不是你让我跟宋冉学 那我当然要给你设置一个目标 不能你光让我学 你自己却不学习啊 所以我要给你设置一个目标 墨千行的能力人尽皆知 不用我查资料我就知道 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不然墨市集团这么大的公司 如果他不优秀的话 怎么可能创立起来啊 你这个人是不是傻 连这种醋都要吃 郑宇为机智的把思慕给骂了一顿 也为自己解围 他知道 只有这样说 才能让思慕彻底对自己放下戒备 虽说 他对墨千行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是 也不得不由这个来引出话题 哼 这么说还差不多 我当然会向墨千行学习啊 他一直是我的目标跟偶像 这么多年来 我在他身边也学习到了不少东西 就是感情这种东西 我一直没有学习 还是后来经过他的点拨 我才如此地专一的 所以呢 他也应该好好地提升自己 说到这时 思慕突然想到 公司里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 跟张老板的合同还没有拟定完 郑雨薇不想耽误思慕的工作 那要不 你现在赶紧回去做吧 别耽误了跟他们的合作 现在已经很晚了 公司的人也都下班了 明天吧 明天做也来得及 倒是我们 一直都没有好好地叙旧了 一定要趁着今天好好地待在一起 你说呢 刚刚还让你跟千行学习 现在你就偷懒 我知道 你想跟我多待一会儿 要不然 我陪你去公司 你订合同吧 等你弄完了我再回家 这样行不行啊 听到这时 思慕简直感动坏了 她第一次遇到 这么通情达理的女朋友 以前 她招惹的那些红颜祸水 一听到她要出去工作 就巴不得粘在他们身上 不让他们走 可是现在的这个女朋友 一直在鼓励她努力工作 还陪她去拟订合同 她真的跟以前那些女朋友比起来 太过温柔 太善解人意了 说什么 思慕都不会让这个女孩 轻易离开自己 她爱的这个女朋友 爱到了骨子里 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 她都会保护这个女人 相信这个女人 这是在这一刻 她对自己发下的毒誓 思慕突然觉得 眼前的女人 好像散发着某种光芒 让她不能拒绝 她更是觉得很开心 能够遇到如此一个 善良懂自己的女人 宇薇 你怎么可以这么好 我觉得我一天都不可能 离开你了 思慕突然将郑宇薇抱在怀里 对她说着这些掏心窝死的话 也只有她自己知道 说这些话的分量有多重 她也只会对郑宇薇一个人说 而郑宇薇被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心里也像是拥有了一杆秤一样 她知道自己这么做的下场是什么 但是她也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这是她能获得私慕信任的唯一方式 也只有获得她的信任 她才可以进一步地去接近墨千行 也可以更早一点 脱离这种复杂的三角关系 她早就知道 走到今天这一步 已经不是她想说放弃就能放弃的了 她必须坚持走下去 也必须要用所有的代价来完成这件事 不然的话 一切都是白费的 我对你好 不是应该的吗 谁让我现在是你女朋友呢 我就应该去接受 做你女朋友的代价 听到这儿 她更对眼前这个女朋友爱不释手了 她真的很感谢上天 在这时赐予她一个爱人 也给了她很大的信心 让一个本对婚姻 没什么兴趣的人有了兴趣 可以说 这儿在真正意义上拯救了思慕 要搁以前 她绝对不相信 自己还有一天能遇上爱情 但是当她跟郑宇威在一起时 她真的要相信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再见